仙州九土虽然一宝无数 但也没有能够让人修为提升如斯之快的东西 饶是黄林修炼千万载也不曾见过 不二当他看到陆臣的气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并变得无比强大的时候 整个人都呆了 妈的这是什么东西太霸道了 小子这是什么宝贝啊 的确是宝贝 不过你用不了 陆臣黑黑一乐 杀生磨刀顿然出现 藏在后院园子里的两大护卫 轻刻间发现了陆臣的踪迹 断鹤道 什么人 仇人 陆臣低言一声 猫在树后的身影陡然化成一道流光 飞射而出 杀生磨刀上磨气森森 无数磨脸磨相在体后呈现出来 恐怖的喊杀生 犹如战场上的千军万马带着浓浓的磨烟铺上前去 绝品磨宝杀生 经历了千年的孕育 已然变成了绝品中阶的法宝 磨刀的气势提高了一大截 再加上陆臣吞下火鹰变身五级高手 刀戒主人的威势 威力倍增 两个二级魔王眨眼间被杀生划过 切成了两人四片 这两个魔王也激警 死去的一瞬间 猿神出窍逃出 大人有敌心 想跑 陆臣画形术大手伸出 两团金火将那两只猿鹰包裹住 扔进了乾坤袋 里面的憨声顿然消失 陆臣还没到门前 便感受到一股冲天的音乐之气袭来 伴随着冷风吹动 院子里立马被刺鼻的血愁味道弥漫住了 哪个王八糟子 敢在雪阳城偷袭本魔 血刀魔手制血刀撞开了房门扑了出来 由于刚刚交欢 身上只有一截遮羞布挡在下体 一身肥到乱颤的坠肉堆在一起 整个人像一只脑满肠肥的蛆虫 不过他的修为却不低 六级魔王伸手 所修先觉除了原因交欢之法 血命之法外 还有血杀天四重天机 看见斗篷下的陆臣 血刀魔愤然一怒 再看院子里的两具魔王尸体 大刀一百鹤刀 混蛋 你是什么人 包上鸣来 本魔刀下 我无名之鬼 下黄泉问阎王吧 陆臣根本不做回答 冷笑着贴着地面窜了出去 杀生一举 浑然魔气裹着刀芒排山倒海的鸭来 上不到劲前 院中地面犹如被一只巨大的爪子生生的撕开般出现数道惊人的裂缝 磨风吹得血刀魔大脸都变了形 见来人伸手不低 血刀魔不敢大意 横错一步 跳开圈外 举刀重劈而下 好伸手 陆臣前扑的动作微微一致 扭头的功夫身子化成银亮的粉光 原地消失 躲开了血刀魔的一击 天残神行术 血刀魔又是一代 大刀翻着血气把自己护得密不透风 杀生魔刀从四面八方飞来 金戈交辉的声音此起彼伏的响起 一阵急促的交锋之后 整个府邸已经被毁得不成样子了 中央书房更是被刀器摧毁得不见了根基 试过陆臣的刀法 渐渐适应了对方的攻势 血刀魔不屑的笑道 还以为是什么人物啊 原来是五级的魔王 本魔可是六级 小子你走不了了 陆臣说 我也没想走 今天是取你的狗命来的 大元不惨 让你看看本作的血杀天 血刀魔撑起巨刀 举过头顶 整个人如同陀罗般的转了起来 正是陆臣所熟识的血魔道传承先诀 血杀天 不过陆臣不怕 血杀天的先诀 陆臣如今已经领悟到六重天机 血刀魔得先诀是一重一重的德 目前只有四重 天道治理比起陆臣差之甚远 陆臣贴身过去 同样一旋 另一股更为强大的血龙卷冲天而起 你也会血杀天 比我还高深 血刀魔眼中揣夺着难以置信的神情 他的血龙卷 一点点的被陆臣的血龙卷吞噬 好机会 就在血刀魔错愕的瞬间 陆臣知道 机会来了 阴冷的一笑 目中射出两团火光 咽咽咒 痛 六级魔王血刀魔 屋内聚焚 陆臣视机而上 担壤拍出 直穿其子斧 扯出猿鹰 翻身 跳出了墙外 汉儿 走 雪阳城的暗夜 很快飞腾了起来 原本就不入深夜的喧嚣城池中 不计其数的高手 飞向血刀魔的临时别院 刚刚那惊天动地的动静 只要稍稍有些伸手的人都听得见 起初的时候 他们还以为 那短暂间的轰鸣 不过是午夜阴雷造成 可是随后他们知道 自己错了 不好 血梦海的特使血刀魔在府邸遇害 身受益处 沸腾的人生响遍全城 如同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深海 激起浪花无数 无数来自各大周界的修士赶过来 看着在不足斩查的功夫 被毁坏的别院 一个个震惊无比 如今的血阳城内 可谓群雄汇聚 仙周九土修士都已赶了过来 整体实力提高了几倍 到处都是仙君魔王 鬼皇 妖皇 天佛般的人物 已经达到了仙界中实力的上层 没用多久 血刀魔的釜底上空 便聚集了大量的修士 最先发现自己主子横尸的另外四个魔王都是二级的人物 望着那地上几乎变成了深渊的鸿沟 皆是触目惊心 血刀魔的尸身并没有因为艳艳咒而化成飞灰 整一焦黑的躯体令人心有余悸 阴鸣殿的一名鬼头老者 手里无须品着院中尚未消散的火气 鬼里鬼气的说道 好充足的天地火源 出手之人的手段岂高 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杀了血刀魔 来人的修为不低 不过到底是什么人 胆敢在周西大会前到雪阳城杀人 说话的不是别人 正是空盾成游仙君 清雪仙君带着雪阳宫的女弟子们出现 站在了别院中 清雪仙子 四大魔王高手见清雪出现 赶忙围了上去 通幽魔界两地虽然肃无来往 可是周西大会乃是通幽雪阳宫的长子 邀请了天下群修 有人在雪阳城出了事 雪阳也负有一部分责任 事已 清雪仙子从出现的时候 那张足以轰动天下的绝美容颜 一直冷落冰霜 在雪阳宫 听到雪阳城有修饰相斗 清雪的脸色就不好看 周西大会在即 长子命他维护雪阳城的治安 严令一切滋事者都要受到严惩 即使是与会者也不例外 清雪带着怨气赶来 没想到大战已经结束 而让他最愤怒的是 凶手竟然已经逃走了 四个二级魔王高手相互看了一眼 其中一人保护雪刀魔不周 自知回到海内会受到惩罚 于是把怨气撒在了雪阳宫的身上 选择 这是怎么回事 你不是说周西大会期间 雪阳城会很安全吗 别看说话的人只有二级魔王 但这次死的却是 血魔海派遣来的特使 就算清雪也不敢大意 清雪看了看大战之后的现场 一双柳梅如箭倒树 一股冰冷的杀意正从头顶冒起 对于这名二级魔王的质问 更加火冒三丈 不过他还是忍住了 问道 师尊已经召告天下 一入雪阳城 无论有何寺院都不得寻思复仇 众家仙长也已首肯 血刀凶的事 雪阳宫一定派人彻查清楚 几位先无需问罪 清雪把罪责揽到自己的身上 那二级魔王不说话 不过清雪也不是寻常的角色 接着就问 几位先有 雪刀魔平日里有什么仇人 还请告知一二 仇人 是啊 大人在这里待得好好的 没惹什么人 怎么会无缘无故的被人杀了呢 不过身为魔修 有几个仇家很正常 那人也不客气 当下就列举了几个 血刀魔的仇人出来 其中所有人都排除了 没在雪阳城 但是天魔海的陈谷 却在其列 陈谷 你说陈谷 清雪仙子很快朝着天魔海的队伍望去 陈谷也早来了 一听到那人提到自己 老脸一紧道 仙子 你莫非在怀疑我 那四个魔王高手 看见陈谷顿然一怒 抽出法宝道 陈谷 是你杀大人 放屁 陈谷身边另一名三级高手站出 说 我家大人要杀血刀魔 岂会如此装神弄鬼 你们不要含血喷人 众仙家见起了争执 一个个露出戏谑的表情 尤其是先佛二戒为罪 空顿城有冷笑道 哼 看来是起了内讧啊 上清派来的一名少妇先军 实力达到了六级 名为凤还 他淡淡的接道 周西大会在即 也许有人想投周西图也说不定 此时 岂不是最好的时机 凤还这句话 给所有人提了个醒 众人闻言之后 顿时一惊 有的人摸了摸自己的乾坤袋 有的人缩了缩脖子 眼神朝着四下望了望 一股异样的气氛 随即弥漫了整个府邸 而后 不少人指指点点的看向陈谷 见一道蕴含着敌意的目光头来 陈谷粗犷的眉毛微微一收 哼 人不是我杀的 看我做什么 莫非你们以为我想抢周西图 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大家都是为朱游桥而来 你的心里在想什么 我们怎么会知道啊 刚天宗正法上人 咧着一嘴大黄牙 寒沙射影的说道 看起来 仙界已经连成一气了 在场的修士同时向后退了一步 把陈谷孤立了出来 见状态之下 清雪也不得不说话了 淡淡道 大家不必如此 血刀兄的死 的确不是陈谷先有所为 啊 众人疑惑的看向清雪 清雪说道 实不相瞒 陈谷道友刚刚和小女子 以及两名师妹在一起 这一点有盘兴殿的 王语先有为证 不错 话音方落 清雪右侧盘兴殿修士中 站出以伟岸的男子 清雪乃是此次大会 召集者长子的师尊 既然他开了口 那便有着令人信服的资本了 而雪阳公身为大会的组织者 清雪受师命 经常来往各大洲界的宗门 与来此的特使会面 众人不宜有他 皆是点头不语 心中一律顿消 那四个二级魔王 也没话好说了 冷着脸站在一旁 不知在想着什么 清雪看了看地上 血刀膜的教师 问道 几位 但不知血刀兄刚刚在做什么 以血刀兄的修为 想在短短的片刻杀死他的人 实在含有 有没有可能是血刀兄最近得罪了什么人 周西大会 召告天下 来此者乃是先界众门之首 实力相差不大 清雪认为 即使这里除了陈谷之外 没有血刀的旧仇 也有可能是血刀进来心愿所为 四人闻听 猛的一阵 互相看着脸色就不对了 清雪察言观色 看出不对劲的地方 逼问道 既然看来有难言之隐 不过若是几位不说 清雪就帮不上什么忙了 想必几位回去 也没办法跟门内交代 这 那名先前质问清雪的魔王 满是羞愧的 把血刀死前找了两名女子和欢的事 公认不讳地说了出来 现场传出一阵唏嘘 清雪脸色一冷 低哼一声道 原来如此 仙舟各地 卧虎藏龙 神通之辈数不胜数 虽然清雪不能认定 便是那两女子的同门好有所为 但此事是血刀凶不对了 师尊曾说过 与会的各位大人 可以随意在城内走动 但也明言 不得危害幽通一草一木 何况是两个活生生的女子 此事清雪会比明师尊 若是血摩海仍旧认为是血阳宫的不是 大可到血阳山内求个结果 我看几位还是上顶门内 再做打算吧 显然的 饶是清雪知道这次大会的内情 也不打算给血刀平反了 毕竟她也是女子 这种强辱女子和欢的行为 她是极其厌恶的 这也就是在周期大会上 要是放作平日 别人不出手 她清雪也不会坐视不理 几位魔王被说得哑口无言 深知不是血阳宫的对手 人家也没说什么欺人太甚的话 四人带着血刀魔的尸体 不甘地退出了府邸 诸位 今天的事是个意外 清雪带师尊致歉了 请大家放心 以后再也不会发生同样的事 叶静 你速速多派些人手 将每一条街道都安排我们的人 观察所有身份不明的人 清雪说完 又对众人说道 诸位 雪阳城的治安 由清雪负责 但是府邸之中 还是需要各位大人多加注意的 众人听着 明白了清雪的意思 他们虽然在雪阳城 但也不希望有人会干扰他们修炼的 所以在各自的府邸 是没有雪阳宫的人的 而最后一层安全的保障 就要靠他们自己了 于是乎 一个个修饰有了清雪的保护 内心稍安 须一尾一了几句 也就退去了 人群一散 修饰人堆里的两个黑袍修饰 互相对视了一眼 露出了欣然的表情 看了一会儿 才默默地离开 看来这次白动手了 雪阳城依旧如故啊 雪阳城的一个名为 桑雪春楼的茶寺中 露城坐在包房中 对着左清汉无奈地苦笑 左清汉亲吻地掩着朱红小口 说 雪阳城负责城内治安 清雪当然不能让雪阳城内人心惶惶 倒是哥哥选的那人 让哥哥的计划没有实施成功 还真是有些波折呢 露城喝了口茶 品着鱼香 掏出一块玉碱来 陈谷到了 丽莎也到了 没有看到折尺 而且陈谷身边有一个高手 修为恐怕达到了七级以上 暂时不能动 下一个选谁呢 左清汉眼珠一转转 哥哥 你觉不觉得奇怪 有什么奇怪的 陈尘愣了一愣 抬头 看向左清汉 左清汉说 哥哥 清雪刚刚给陈谷作证 虽然说雪阳宫的私职 有联谊仲家之责 但也不需要清雪亲自出来作证吧 而且他还搬出了盘兴殿的王宇 雪阳势大不假 但可不比有着先帝高手的诸宗 长子有什么本事召告天下 聚集群雄